各位老师,各位大德,各位同修,书记讲座的各位同学,请翻开经文本第179页,第179页,第6号开始。 经文呢,先念一小段,言望显著真,望真统二望,由非真非真,愿和见所皆,就从这开始。 这个是我们继续研究这个节松,节松呢,就是把前面那个长行的那个经文呢,有的是把前面那个文呢,重说意思。 有的是单独的啊,与前面没有关系的,啊,有点两类。 前面,复说前面的意思呢,就是重松。 重加于水边,与前面没有关系的,叫做孤起松。 孤就是孤独的,啊,单独的起来的,叫孤起松。 这个孤,这个孤呢,在印度啊,叫做孤,啊,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就是松。 所谓松就是诗经里面叫做风雅,松的那个松。 松是什么呢? 松就是啊,把这个经的意思啊,能够,啊,把它送出来。 啊,啊,松是含有啊,赞扬的意思。 我们现在呢,就是刚才念的这个,这里一共有九首宋词。 所以一首呢,是四句一首。 那么在前面呢,有一首我们上回已经讲过了, 今天就是从刚才开始念的那个,啊,第二首开始研究。 在这首宋,这个前面一首宋开始的时候, 就这个经文就叙说了, 释迦牟尼佛呢,想把这个意思,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啊, 再重说一遍,那么,重说一遍呢,就后边呢, 再讲这个基松了。 这个重说一遍,这个意思啊, 就是要了解呢,这是讲的这个修,修持的方法。 在这个修持方法之前呢, 有很长的,从今的这个正东风开始, 那么用了很长的这个, 这个文字啊, 就是让我们明了,明了什么呢? 明了佛的这个佛法这个道理, 那么也就是叫我们要明信见心啊, 禅宗啊,祖师禅啊, 禅宗叫要明信见心的, 除了祖师禅以外, 啊,其余的这个各种啊, 研究教理的目的啊, 也是要明信见心, 因为这个心讲的是真心, 心呢,就是本心, 本心,真心是一回事情, 你说真心也好, 说本心也好,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, 本来就有的, 这个本来就有的这个真心呢,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, 迷了, 就不承认它, 不承认它的话呢, 我们所执着的事呢, 直了解的是什么呢, 我们现在这些假象, 迷了之后这些假象, 什么是假象呢? 比如我们一个人本身这个, 这种肉体, 以及我们脑前所思想的, 肉体这一方面呢, 这是一个生生灭灭的啊, 谁也现在大家都知道, 去生意卫生都知道, 这个身体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了, 每天从外面吃的东西喝的这个水进来了, 然后也要拍戏出去, 我们身体自己哪一部分是真正的是我啊, 我们都不了解, 讲到我们这个思想随时随时在那里变化, 自己不能做主,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认为这是我, 按照佛法来讲, 这个思想是妄言, 虚妄的, 不是真正的我, 我们这个肉体身体也是彻底的是虚妄的, 不是我们自己, 但是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些反复众生啊, 没有一个众生不把这些当作自己啊, 这就是有了生死, 生死轮回啊, 不能了了, 那么这个前面这些经文呢, 就是也把这个道理一层一层的分析, 让我们认识这些都是假东西, 假东西了解之后啊, 才能辨证哪些是我们真心, 真心是我们本有的, 本性, 那么这个是讲的时候啊, 把这个明了前面就是讲的如来藏, 如来藏就是含藏我们真心在里面, 在这部经里讲如来藏, 在唯师讲的就是第八诗, 多来也是, 那么这个礼分清楚了, 分清楚了在这一部分呢, 就是讲到羞耻, 你明了道理, 明了这个自己有真心呢, 我们成佛就是把这个真心完全开发出来, 那个望的这个虚望东西完全不要执着它, 放弃那些, 那我们这个生死就了了, 能够成佛, 但是说这个礼一明了之后啊, 说起来容易啊, 你要修持的时候啊, 那可不那么简单了, 那一步一步的来修持, 不是说一明了礼马上就成佛了, 哪有这个道理啊, 那是这样的话, 那个禅宗, 哦, 明信兼信, 我一明了就成了佛了, 有这回事情吗,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 佛法到中国来, 那祖师餐, 那个是大墓祖师, 是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, 那穿出这个祖师餐到现在, 大车大物的多少人呢, 那成了多少佛了, 明信兼信是明了礼而已, 修啊, 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修, 讲到一步一步修的时候呢, 对不起你们就说了, 要认识, 要认识这个节, 我们普通人讲吧, 某个人呢, 心里有节了, 有了心节了, 普通人只是讲心节, 真正说起来, 什么叫做心节了, 这不就能讲节, 这个节什么, 节子在哪里啊, 节子就在我们六根里面, 这个六根就是我们节, 所谓六根呢, 就是眼根, 眼能看, 眼根耳能听, 眼耳鼻能够问这个气味, 蛇能够尝这个食物的味道, 眼耳鼻舌, 在我们整个身体叫生根, 五根啦, 还有第六师的有六十六根, 叫义根, 这个节就是在六根, 叫六节, 前面的释放佛, 以及释迦牟尼佛都告诉我呢, 以及在能言会的这个在会的大众, 你要修持啊, 你彼得明了, 生死的根本在哪里, 这个通达涅槃的话, 辽生死的真如本性的本性的这个根源在哪里, 找出根源呢, 哦, 这个根源就在这个节上面, 六节上面, 你就要把这个节能够解开, 解开就行了, 说到这里呢, 但是我呢, 真的就是就温了, 佛怎么讲呢, 只讲六节了, 在这个前面明明讲有十八节呀, 所谓十八节呢, 言而必舍生一六根, 言而所看的色尘, 而所听的生尘, 六根对六尘呢, 六尘就六个尖界呀, 尘就是灰尘的那个尘呢, 那就是境界呀, 六尘就是色生相畏处法, 六尘啦, 六根对六尘, 中间就发成六个尸来, 言是, 耳是, 鼻是, 舌是, 身是, 一是, 十八个节, 那么我呢, 那句话呢, 那么只讲六根, 意思呀, 那么为什么前面讲十八节, 现在但讲六根呢, 佛就根据他这个尤文, 在前面这个长行的这个文字里面, 经文就讲的, 根是同源, 根成同源, 这个六根, 根六成, 佛学名字呀, 讲的不大好懂, 我们就拿一个做笔, 做举例子来说吧, 比如说我们阎根, 阎根能够看呢, 阎根能够发这个颜色, 说对外面看的, 你看的什么呢, 看的外面各种颜色, 各种这个形状, 各种那个, 那个叫做色, 那叫色尘, 那么这个严根跟这个色尘呢, 讲的时候是, 那个色尘是, 好像是外面的, 你看外面各种颜色也好, 各种物体也好, 那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呀, 但是你要就佛法来讲呢, 你眼看那个对象, 那个外面那个, 那些这个色尘呢, 就是你心里的东西, 你自心里面献出来的, 献出来什么呢, 也叫做相粉, 相粉, 你心里面呢, 有形象的这一部分, 叫相粉, 你能够看的时候, 你眼的那叫做剑粉, 你能够见的叫剑, 能够看得见的这种剑的功能, 就剑的一部分, 叫剑粉, 你剑粉能剑, 能剑外面那个这个, 被你所剑的那个色尘呢, 就是相粉, 剑粉相粉的两点, 都出于你心的自体分, 都是从你心里出现的, 这前面再讲, 就举出来瓜牛做比喻, 瓜牛, 比如说在壳里面, 它有一个体压, 它如果要出来的时候, 有行动要出来的话, 它头要撑出来, 头从壳里面撑出来, 头从壳里撑出来的时候, 头一出来就出现两个角, 这两个角呢, 一个角代表是剑粉, 一个角代表相粉, 两种作用, 就证明你的剑粉相粉, 都是出于你这个石的自体分, 所以讲这个根尘呢, 根就是代表这个能剑的剑粉, 尘呢, 就是那个被你所剑的相粉, 同一个根源, 同什么根源呢, 都是从你自己心里出现的, 不过在这里面呢, 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呢, 比如说, 我们看这一棵树, 这棵树啊, 我们眼看的时候啊, 那眼尸啊, 这个眼根呢, 立刻就把这个, 照样这个树的这个影像啊, 就把它吸收进来了, 吸收到我们心里边呢, 这个树的影子啊, 我们心里的树的影子, 跟那个原来那个树的本质啊, 完全一样的, 就等于照相一样的, 照下来了, 照下来的话, 你到这个照片照下来之后啊, 洗出来以后啊, 你时时刻刻的, 你看这个照片, 是谁的啊, 照片还是你自己的, 不是从外面来的, 那么你要问呢, 不错, 你这是自己, 是自己出现, 是你自己心里的, 那么原来这个, 这棵树是你心里的吗, 但是这棵树啊, 这棵树是你第八十出现的, 是你第八十, 它是你第八十的相本, 不但这棵树是你的第八十相本, 整个这个地球, 整个虚空里面那些星球, 没有一, 任何一个都没有, 不是从你第八十里面, 献出来的相本, 这样说起来, 那个整个这个大地, 天空里面这个日月星辰, 都是我们第八十的相本的, 这样就是自根臣, 那个相本就是臣, 就外面的境界, 我们言就是这个严根, 那就是根臣同源的, 同一个来源, 这个源就指着我们自己的, 啊, 颜色的这个诗的这个字体, 第八十, 第八十的心的字体, 就根臣同源, 那么现在, 释迦摩尼佛啊, 要重选此意, 再把这个道理再重说一遍呢, 讲后边这个吉松了, 其实根臣, 换句话说, 根是我们本身的内在的, 臣呢, 就一般人来讲, 他认为是外在的, 是与我们本身没有关系, 这就是我们反复之间的, 生死就这么来的, 那么现在方法讲啊, 根与臣都是我们心里出现的, 显出来的, 比如说求认这个事情, 求认这个事情什么呢, 求认这个以后, 根臣同源, 无论是内是外啊, 都是我们虚妄的心啊, 显现出来的, 虚妄先显现出来的啊, 你不要把它当作真实的, 要放弃这些假东西, 然后真东西啊, 真心就显出来了, 这个一般人是这么讲的, 是不错的, 但是啊, 要真正是, 把虚妄的东西啊, 都破除得最彻底啊, 连同那个名词, 讲出这个言语那个, 能表达的那言语相啊, 也要把它破除掉, 这个意思在前面第一首啊, 那个宋都说过了, 真心有为空, 原生如梦化呢, 前面的真心也说, 真心就是我们真心, 本来有的那个真心, 这个就是, 这个心就是我们本有的, 这个真心是说, 说有为也是空, 后面是无为无其面, 无为也是不是在的, 这个前面也讲, 你了解这个, 一切的我们都知道, 这是眼所见的, 耳所听的, 以及我们眼见耳闻这种功能啊, 都是虚妄的了, 都是有为法了, 有为就是什么有为呢, 有所作为的, 普通好讲我们人为的, 我们凡是一切人为都是有为法, 这个都是空的, 都是假东西了, 那么, 再进一步说, 你这个有为是假的, 无为的怎么样呢, 无为的是啊, 什么叫无为啊, 我们一般人这个概念呢, 这个思想的概念就是说, 把这个有为去掉了, 放弃了有为法了, 那就是无为法, 那就是无为的, 但是啊, 这个无为啊, 在那个真性上, 都安不上了, 真性上没有这个无为, 没有无为什么呢, 没有无为这个名词, 你提到这个无为这个名词的话, 那个真性, 早就被这个无为把它盖起来了, 遮盖起来了, 前面讲的时候, 说的, 就像空花那样, 我们不要执着, 那么今天接着就今天讲了, 言忘弦不正, 忘正统而忘啊, 一个忘一个正, 忘就是虚忘的, 刚才分析了, 讲这个经文都讲过了, 我们一切的一切, 我们本身的这个, 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, 生理的部分, 我们思想的这个这个精神的部分, 就是妄念啊, 外面的这些这个一切的环境, 这些外面环境, 就是我们的相分啊, 无一不是虚忘的, 就言忘, 真呢, 言忘弦不正的, 这个真是什么呢, 你这个真呢, 你是, 你这个真是由那个忘法显示出来的, 你不把这个虚忘的东西讲出来呀, 那个真什么叫真呢, 人家不明了, 什么叫做真呢, 那真跟虚忘是, 真是, 是忘的相反的, 忘呢, 是一切是生生灭灭的, 就是说, 讲到最维系的时候, 我们的念头, 这个虚忘的念头, 前一年都起来, 离开就消失下来了, 后面已经又出现了, 这个随着起来随时灭掉, 这个念头啊, 你把这个念头把它扩充, 扩大来讲, 扩大来讲, 古时候那个, 这个国家, 一个国家, 你打天下, 一个天子啊, 你把天下所有的其他国家都灭掉了, 你做了天子了, 做了大皇帝了, 你建立一个国家了, 成功了, 就在成功的时候, 你就是走向, 一步一步走向这个, 王国的那个路线, 那个道路了, 不明了的人不知道啊, 明了的人的时候啊, 你, 任何一个事情, 不但是国家, 是个人, 是家庭, 是, 讲的最实际的, 就是一个人的, 你从生, 一个人从生下来, 生下来, 就一步一步到生命的终点, 就往那个上面走啊, 这个什么呢, 就叫生灭法, 生生灭灭的, 生灭法, 说了这些生灭法, 这虚假的, 靠不住, 生命就是真实的, 不生不灭的, 是永恒的, 那才是真法, 那个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, 他没有死法, 所谓佛话讲无生嘛, 无生就没有无灭, 就是不会有灭的嘛, 不生不灭这个真法, 叫做真啊, 你这个真是我们怎么了解的, 你说出那些妄法, 才大家才明了这个真法, 你这个真法是借着那个妄法才写出来, 真与妄, 这个真法这两者是相对的, 现在科学, 不是讲吗, 爱因斯坦是讲的, 相对论嘛, 其实在古代啊, 在古印度, 在中国, 早就讲这个相对了, 从这个相对的这个概念来讲啊, 你妄果然是假的, 真也是假的, 你这个真是从妄里面显示出来的, 它只是一个名相, 你要不了解这个道理, 把这个名相说这个真地, 你当作是真地了, 这个真就是虚妄的, 那你真心的, 明心坚心的, 那还是, 找得很累, 两者都是虚妄, 所以下面说, 言妄贤度真, 妄正同而妄啊, 就相对的观念来讲, 你妄果然是妄的, 有妄显示出来这个真啊, 真也是妄的, 因为前面讲的第一首那个宋人讲的真性啊, 真性是有违法无违法了, 一法不离的, 你按上你列上任何一个法, 就是把那个真性把它遮蔽起来了, 障碍起来了, 所以在这里讲啊, 言妄贤度真, 妄正同而妄啊, 妄云正这两者, 都是妄啊, 必须要了解这个, 你了解这个, 你才一方面, 你才对于那个心性的彻底明了, 心性彻底明了了, 你才呢, 你讲到羞耻的话, 你才, 你的功夫才用得上, 不然呢, 你那个, 你这个理路没有把它分得清楚的时候啊, 你在羞耻啊, 没办法修的, 这个用功夫的, 比如说我们念佛吧, 念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念阿弥陀佛就是引发你这个, 真正那个真性显法显流出来啊, 你一方面念阿弥陀佛, 一方面在想, 我这个念我即使得意心不乱啊, 我这个念阿弥陀佛, 我功夫到什么程度啊, 好了, 你有这个心思在哪里啊, 你什么时候得意心不乱啊, 你即使把这个念头放下, 你才能够彻底的放下, 你才能得意心不乱, 你放的不清楚, 放的不彻底的话, 那你得意心不乱, 那你只好待业往生了, 你福和是可以的, 断货拉得不行的, 所以念佛的好处呢, 断货虽然是不容易办得到, 你能够福得住啊, 待业往生也行了, 普通法门就是那么严格, 普通法门, 你这个不分的清楚, 没有把那个假名相的这个, 彻底把它这个破除的话, 你这个生死就不能了, 生死不能了, 成佛, 那跟谈不上了, 所以修佛呢, 必须明了这些礼啊, 要明礼的话, 不研究经, 那只听人家这样讲, 外面人讲, 讲的有正确的, 讲的对的是有的啦, 讲不对的很多很多啊, 那你要凭经文来做个验证, 不拿经文来做验证的话, 你说是谁是对于, 谁说的不对啊, 所以对于不对, 就凭这个经文做标准, 这也是我这个送来的下面两句, 这个有非正非正, 云和见素间呢, 这个有非这个, 真呢就是就无为, 指的是无为法, 非正呢指的是有为法, 有为法是虚妄的是妄的, 那么无为法是真的, 一个是真一个妄, 上面这个非字就是说, 有非真非真啊, 你说无为, 说有为, 都不是, 这句话就讲, 都是非的, 那么下面呢, 云和见素间呢, 间呢, 能见的这个根, 什么叫根呢, 根就像树根一样, 它能够生长, 一个树出来, 我们六根呢, 能够生出六师出来, 这根是, 这个间就指的根能见, 间指的根, 是内在的, 所见呢, 就指的这个尘, 这个六尘, 那么这个, 前面分析过了, 根是, 是内在的, 尘是外在的, 外面的一切的境界, 那么说到这根与尘, 这个同源呢, 同一个来源呢, 都是我们, 从我们这个尸里面出现的, 因为是, 眼尸, 眼根, 眼根, 进到外面的色尘呢, 这个都是从我们眼尸里面出现, 眼的字体尸出现的, 耳根呢, 外面听的这个声音的生成呢, 都是从我们的耳尸里面出来的, 以至于这一个山河大地啊, 是从我们第八识里面出来的, 就是同源了, 那么现在就是说, 见于所见, 能见于所见, 上面讲的一切无畏法, 有畏法, 都非, 都不能, 这一切是, 你提到, 拿这个非正, 固然是, 按不上那个本性上面去, 你就是无畏法, 这个真的话, 也不是那个真性啊, 真性这一切都, 只是一尘不染的, 那么即使真与非正都不对了, 都不能讲了, 那现在云和呢, 云和这两个字啊, 这个云是说了, 和是, 是疑问的话, 你如何说, 云和就是, 你怎么说, 怎么能够说, 能见所见呢, 能见所见, 就是我们凡复动上的, 执着这是能见, 执着这是所见, 把能见所见, 分得清清楚楚的, 而且把它当作是实在的, 其实上面讲, 有畏无畏都不能说了, 都是一切皆非了, 那你现在怎么还能说这个, 这是能见, 这是所见呢,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, 你统统要放下才对啊, 反复中生, 他就不能够分得出来, 不但这个真是不能放弃, 就是这个云也不能放弃, 而且把这个云当作真的, 这个威士里面讲的, 便宜所知性啊, 所谓便宜人们, 把一切虚妄的这个东西啊, 都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东西, 然后就执着, 所以说是, 小致个人的这个, 这个一切的名啊, 利了, 这个个人的厉害了, 大致整个的这个国家, 社会, 世界这些个, 一些这些法了, 没有一个人不把它, 把这个生灭法当作不生不灭法, 这个统统就是生生命迷的这个, 抓不住啊, 你要抓抓得住啊, 再没有抓到, 跟人家是争得头破血流的啊, 一到时候之后, 离开就转变了, 那个秦始皇, 想尽的办法, 用尽他的兄财大流, 把这六国都灭掉了, 当了大皇帝了, 当了大皇帝又出现, 到面出巡, 皇帝出来有前后后勇, 那个多威风啊, 向羽, 楚八王一看呢, 彼可取而代之也啊, 楚八, 这个人呢, 这样的这个, 我可以取而代之, 你看, 神次皇一, 刚刚得了天下, 借着人, 他的这个, 灭他的国家这个人呢, 接着就接踵而来啊, 接着就来, 想想这个, 我们在人世间, 你不学佛, 不求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啊, 你求那个有什么用啊, 何况还求不到呢, 所以这是, 这一段是讲, 骗其所知性, 三不中生没有一个不是骗其所知的, 有了不便的这个虚妄的, 把它当做真实的, 然后就直着, 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上这些乱, 不明了是非, 结果受害的还是自己, 造业造了很多啊, 不堕落山途到哪里去啊, 要边畜生边鬼啦, 这个堕落到地狱啦, 那说谷, 说谷自己不明了, 所以佛看见这是非常可怜呢, 应该要讲这个佛法, 后边呢, 就讲这个春江礼, 还是恐怕人家不明了, 再讲比喻, 后边讲比喻了, 那个佛法, 中国的文化, 中华文化, 就是中国儒学啦, 讲的这个礼都是一致的, 你说世间法一切都假的, 国家一切都假的, 但是呢, 就佛法, 就中国文化来讲, 虽是假的啊, 但是国家还要人来领导嘛, 领导这个国家, 它有条件的, 内圣外王, 你做皇帝, 现在民族时代, 你做总统, 以及政府的这些这个在位的这个大官, 你必须是要要求自己呀, 内在有圣人的修养, 外边呢, 你办理政治, 你才办得好, 你才那个成心成意的呀, 为了利益天下老百姓, 不是为了自己, 这是中国的这个, 呜, 儒家的这个道理, 佛法, 佛法叫人亡护国啦, 让人亡, 人亡就是圣人在位的, 学习这个, 不讲这个内圣外王的话, 他的话讲得再好啊, 都是自私自利的成分态度, 这点我们应该要明了, 下面就是比喻了, 这个中见五十星, 十故若交路, 节节同俗因, 圣伴五二路, 中见是什么呢, 先下面就把这个, 交路在印度那种植物, 这个卢, 这个卢, 卢尾这一类的啦, 它那种呢, 是交叉生出来的, 交叉生出来的, 这两只卢尾呀, 互相依靠的, 你缺少了任何一根的话, 它就不能够, 另外一根就不能存在, 就离不起来, 这叫交路, 那么拿这个比喻, 中见五十星啊, 前面讲那个根尘同源, 根尘同源啊, 这个我们的这个根, 跟那个尘, 跟就是这个见分啦, 尘就是相分啦, 你能见的见分和索尘的相分, 这是同一个来源, 同一个来源是根尘这个, 就像这个交路啊, 这个根尘之间的呀, 无视性, 这个星是什么呢, 虽然, 字跟那个明信兼信的那个星是, 同一个字啊, 没有第二个写法了, 但是解释不同的, 前面讲那个真性, 真性是我们那个, 真正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的, 这里的这个星啊, 星体, 你为什么星体呢, 你就是这个这个山子, 山子有山子的这个体积, 这叫做星, 你说如果连这个这个山子的体都没有了, 你说山子, 山在哪里呀, 空的啦, 那这个根尘成这个之间呢, 你说是这个, 你找有一个实性没有啊, 根尘同源, 互相依靠的, 你互相, 即使互相依靠的, 你把这个根尘之间, 你找一个实际的一个真实的那个体, 找不到, 那么就像这个交路一样的, 这个什么呢, 这就让大家好懂一点呢, 就说明了, 一塌起性, 依是依靠, 他就是, 就这个交路来讲, 这根交路啊, 指另外一个交路就是他, 这根交路就是他, 另外这个也就是他, 依他, 互相依靠, 比如说家庭的一个, 最基本的一个夫妇两个人啊, 夫妇就是, 这个互相依他, 没有丈夫, 这个太太不成为太太, 她这个名字就不能成名, 没有太太这个丈夫这个名字也不能成立, 夫妇这两个名字就是互相依靠的, 依他的, 主要是父子也是如此, 你没有儿子怎么能成为父母父亲呢, 没有父亲这个儿子怎么成啊, 就是无论对待的这个都是一塌的, 有着推荐整个社会的结构, 无一事情不是彼此依靠一塌的, 就是一塌起性, 一塌而起的, 才有这么一个现象出来了, 其实一塌起性了, 你找一个, 这个彼此依靠之间的, 你找一个实在的体, 找不到啊, 你真正找这个实在体, 这个体呢, 应该是实实在在的, 没有个实性, 中间无实性, 当然这个讲法就是, 讲的根臣同源呢, 根臣同源, 连带的十八节里面有六个实, 实呢, 就是根六根对六成, 然后才有六十啊, 你根与成都是同源了, 都是虚妄的, 你个实, 根是虚妄的, 你找一个实性找不到, 也就是就像焦炉那样的, 互相依靠, 才有这个维世学家那个一塌起啊, 一般的讲是因缘俗生的, 原生法了, 一些原生法, 我们三个众生, 你不懂这些都是原生法了, 把它当做真实的, 要求着永久不变, 哪里办得到啊, 它是原生法, 它是这个互相依靠才起来这么一个现象, 这种现象呢, 这个生起来之后, 结果就继续灭下去, 短暂的很, 我们不了解这个现象呢, 认为这是实在的把它当做真实的, 求这个永恒,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, 怎么样把这个生命延长了, 还有来外道啊, 要求长生不老啊, 这些都是迷惑颠倒, 办不到, 办不到就会痛苦, 那么现在佛法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呢, 明了这些事实, 在人世间的一些现象呢, 彼此你了解这现象, 了解这个之后, 你心里不要当到真实, 真实的不要执着, 你这个痛苦啊, 自然就结束很多了, 你不会跟人家为着这个, 为那个争取这个, 争取那个, 了解这是假法, 减轻很多的痛苦, 减轻很多痛苦, 这还是, 但是算是世间的, 这种小小的这个好处啊, 真正的好处, 你了解这个, 能够把这一切的这个假东西全部放下, 放下之后, 你这个修, 所有什么修到呢, 修到, 你就把这个所谓的虚妄的东西统统放下, 放下之后, 你真的东西才显现出来了, 真正才显现出来了, 那我们念破比如说, 很多善知识告诉你, 你这个放下一切了, 要提起父号, 然后一直念一下, 放下一切把什么放下的, 你们事事备备的, 你我的人像, 我像这些一些事情, 统统放下, 不要让他这个存在这个脑袋里, 然后你一句奥弥陀佛就不好提起来啊, 你才, 你的功夫才能用得上, 这才算是老实念破, 后面两句, 结结结同俗因, 圣伞无二路, 上面把, 跟于成同一个来源, 说得清清楚楚, 也举了这个交路, 做比喻, 跟于成呢, 没有一个独立的, 彼此依靠, 才起出这么一个现象来, 一离开这一车开来的话, 就不能独立, 就不能自立的, 那么现在就是归结到了, 我那前面问, 我说十八件, 你为什么单讲六根呢? 记得根成同源嘛, 讲根就包括一切了, 那么归结在这个六根上面, 六根的时候, 这个就是六结子, 新结就在六根上面了, 三副众生都是结, 那一个结子一个结子, 结在心里面呢, 结不开啊, 结不开这个结子, 他才生生死死的在六道里面, 轮回不能解脱啊, 那你现在学佛要结, 把这个结都要结开来, 结从哪里结呢? 你知道结是在六根上面了, 结也是在六根上面, 就是结结同所因啊, 所因同一个造成的这个结这个, 这一个因, 所因的因也指的就是六根, 你有了结, 结这个结子都在六根上面, 结与结啊, 同一所因, 同一所这个六根, 圣三无二路, 什么什么叫圣呢? 结了结子就是成佛, 就能为成就圣人, 这个结不能结的话, 永久让这个结子在那里啊, 这一生那个结子, 在一转身死了以后, 还是结子永久在那里啊, 那就是凡夫生, 生生生死死永久不能解脱, 无二路什么呢? 做凡夫, 结呢, 就是在这个六根上面, 没有第二个路, 你要结这个六结的话, 成为圣人, 成佛的话, 也是在六根上面, 就在这上面用功, 没有第二个路线, 这个路线要找清楚的话, 那就是正确的修复, 修复的这个路, 上了路了, 上了路了, 你才能达到那个成佛的一个境界, 这一首, 如伴交中心, 恐有二俱非, 迷惠及无名, 发明便解脱, 意思说明了, 就叫欧难, 正在说了, 如伴啊, 叫欧难啊, 你试着观察观察, 观察什么呢? 交中心, 这个就是那个交路, 交路之中的, 你看他中间有没有个实行啊? 没有啊, 你说他是空的呢? 他那个交路的这个路啊, 就卢, 又是长得, 哎, 这是卢吗? 明明你现在现实的卢在那里嘛, 你说他是有啊, 卢啊, 他没有一个实在的体, 卢也是空的了, 中空了, 那么因此你看看那个交中心, 空有二俱非, 说空说有都不对, 量的俱, 就在结子讲, 说空说有这两点, 结不对啊, 非就是不对啊, 那怎么样呢? 迷晦即无名, 法名便解脱, 迷晦就是啊, 迷了, 反复众生啊, 把这个道理是迷了, 迷了有, 把一切这个, 妄语的东西当作真实的迷惑颠倒了, 会呢, 学那些小生的, 把那个这个, 那个真空啊, 当作真实的, 迷了真空, 真正的是, 法印真空啊, 迷了, 迷晦, 那么好懂一点话, 就是把这个空有二巨飞啊, 这个道理, 迷晦了, 不明了, 这就是无明, 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源, 反复众生生死根源, 发明了, 发明就明了, 要是空也不是油也不是, 这两个是二边, 边界, 二边的这个二边之论, 就是偏了, 多无不信, 你发明这个, 对不对啊, 你呢这个, 把真正的意思发现出来, 边解脱, 发明什么呢, 把本有, 你不执着空有那个二边, 两种偏见的话, 你真实的这个本性才能显现出来, 那就能解脱了, 但要非油非空, 说的非油非空, 连这个明像都不要存在心里面, 就是金刚经讲, 三属游相皆是虚妄, 你这样才能够解脱, 解脱真的就是成佛,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, 为止,